所以再問問問同一隻拖博 6110 阿琪問我們怎樣看 他說7.56有貨 這隻我看得比較淡 負面一點 但是好處就是 這個股價13倍PE 你在7.5剧位置拿著 未必會有很大的殺傷力 但是頁績出來 頁績對不對版 能否凍得到市場預期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主要一個原因 首先就看你理不理解韜博在做什麼 韜博主要賣的產品上 我們講主力 絕大部分是Nike Adidas 你聽到Nike Adidas就覺得OK 發售歡迎 內地人都很喜歡Nike Adidas 這個沒錯 但是它是做一些分銷商為主 以香港人的角度上就是 香港有什麼門檻 好像馬拉松那些 是一些分銷商為主 但是隨著內地近幾年來開放的市場 Nike和Adidas 這些大型的內地品牌公司上面 基本上可以在一二線城市上面 開自新的自營品牌上面 所以從過去這兩至三年的年度上 我們看到 即使Nike Adidas 在大中華地區的銷售表現做得好 Tobot也未必能夠更續 所以現階段Tobot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沒有增長 公司的競爭力越來越小 Nike Adidas 可以靠它們自身的營運店 來做交易 相反地說 可能它又會被Nike Adidas壓價 毛利率又未必能夠大升 甚至當一大元材料價格上升 可能它們轉減多些成本出去 所以如果你現在未來面對著業績 我覺得真的 我自己看得比較差 所以如果你買Tobot 角度上 純粹因為它便宜的時候去追 那就很危險 所以我建議 如果真的要定一個紫線 6元就一定要走 但如果你7元多拿著 你6元才走 意味著什麼 你分分鐘會輸糧 那風險真的上去比較大 所以我建議這些位置 可能考慮減半 另一半就是6元的位置走 我看法不是特別樂觀 也很薄 但當然現在的距離6元 都是欠3毫子左右 那你自己就要平衡一下風險 還會否購買它 你其實聽我過去半年說 過去這幾年我都很少看及鋪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買Tobot 用品股 要不就在美股上買Nike Adidas 要不就買安搭你零你跌 但是短線來說 特別是業績期這段時間 這些內需過我都是比較擔心的 因為主要原因就是 我覺得它們未必能夠完全 將那些成本轉價出去 所以今年的牧力率的壓力也是比較大的